哈囉大家好,我是第六組 那今天的主題 哈囉哈囉,喂 好,今天的主題是公司治理2.0 那在講公司治理2.0 之前想要問一下大家知道公司治理是什麼嗎? 不是的 非常好,是自己幫大家brick一下 公司治理就是靠程序、政策或者是一個規法 它會影響著你如何去管理、控制一間公司 那其實每一間公司每一個產業 它一直不斷的在追求最佳的服飾自己的實務 那可是它是有以下三個因素 受到以下三個因素影響 第一個就是經理機制其實是東天西後的 沒有那麼完善 或者是公共與民間部門的抉擇 之間會造成混淆 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就是成功的公司治理 其實是缺乏一個公認的標準的 那企業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因為公司治理其實有關著上兆五元的財富 你可能沒做好就會導致公司損失非常的慘重 那作者就建議我們應該去思考的時候 建權的公司治理的根本到底是什麼 所以它就推出一個公司治理2.0的 那公司治理2.0呢 裡面就有三種因素影響 第一個有因素影響 它認為說董事會應該基於長遠的利害 那過去的公司治理啊 其實都非常的強不掉有引擎的績效 那其實每一間公司的經理人 他都承受著華爾街址的 你下一季的預測的業績報告 那所以他就建議說 你公司應該不要在其中 你預測給分析師 那既然他有做過調查 如果你公司不在其中 預測給分析師的話 那麼分析師對於你下一季的 預測的業績目標就不會那麼準確 那一旦他預測不那麼準確的時候 當你的公司在下一季沒有達到這個業績目標的時候 不是的反彈就不會那麼的大 那第二點就是引進董事會交錯任期制 那他建議說董事會的任期是3年 然後每年你可以改選3分之1 你覺得不是任的董事 那這個做法呢 就是有助於董事會的連續性以及穩定性 那第三點就是引入法院限定條法 那過去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一點的公司 當你在進行一些比較大的交易案 例如說病毒案等等 Sometimes你有可能會遭受到一些控訴 那過去的控訴就是 例如說你在台北台南高雄 你都有業務的交通的話 那麼在台北台南高雄 你都可能遭受到控訴 但是這個條款就是 如果你是在台南註冊成立的話 那你就會只能在台南告這間公司 那這樣做法就是有助於你可以阻止一些五億億的訴訟 那董事也會知道說 他其實受的是一個比例比較相當的法律責任的風險 那會促使他更願意去做一個強願的決定 好 第二個原則呢 就是他提出說我們應該設立極致確保說 我們所言反的人呢 是最適合這間公司的董事 過去的做法都是 根據調查 美國有百分之五十的公司 對於董事是有年齡限制的 百分之八是有任期限制的 當然也包括其他的性別 還有更多元性的要求 那他就認為說 這些其實不是最適當的限制條件 例如說全職的董事 他可能會比較專注於在這個董事的職位 那全職的董事有的時候他已經退休了 或是年齡比較大的 那你在嚴厲策略或是執行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需要強達十年的時間 那你一旦有任期限制的話 可能就會限制了這項決定 那再來就是年次比較大 比較長一點的董事 或是比較大的董事 他可能在必要的時候 就可以來抗衡這個執行長 於是他就提出了兩點做法 就是第一點就是 獨立第三方評估董事的表現 第二點就是他無需股東來委託參與 下一頁 那什麼是獨立第三方評估董事的表現呢 就是你有更過錯的做法就是 就是有董事長或是首席董事 來做內部的評估 那這樣子就會有缺點嗎 大家覺得這樣的缺點是什麼 沒有錯 回答非常好的時間 有時候你就會有人情壓力 或者是你覺得他做不好 像我覺得制風做不好 他一定做不好 結果不好一直跟他講 那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他做不好 這個是制風做的 制風做的非常好 那公司二點連 你看這法就是 除了你用獨立的第三方來評估之外 你也要將這個結果來 你當事人做討論 例如說這方做得很好 因為他給你這個做得很好 等等 那來評估說可能給這個組長 一個更客觀的評分 評分的證據 那以及說各位董事 你其實是必須要自我檢討 來確保是你在下一任的表現 那允許股東委託參與 就是大股東其實有全面提名說 你覺得更適合的董事 做整個等人 他研究其實是表明說 如果全面要求公司 台灣股東委託參與 整體來說 你可以為公司 美國上市的公司 增加價值的 那這個做法其實 他也建議說 你可以做為 努力的第三方 提供的配套方法 在需要合適的董事的時候 你會補上更適合的人選 那來促使說董事會 其實你是擁有監督公司 所需要的能力 那這就有帶到一個例子 就是摩根大夫當初的 倫敦金探的例 就是那時候的交易員 風險控管沒有做好 促使他們損失了數十億元的資產 那那時候呢 摩根大夫 他的風險委員會 是沒有任何會董事 具有風險控管的能力 那時候他們如果有即時適合說 他們的董事實施缺乏這個能力的話 他們可能的損失就不會那麼大 會更早的發現 可能風險控管沒有做好這個問題 再來是第三個原則 就是 允許股東一一程序表達業界 那這個就是說 因為有 就是他舉了兩個例子 就是說會造成混亂的股東 第一個就是他會發起一些委託書戰爭 然後就是這些委託書戰爭 就會搶一些董事會的名額 然後會有特命的利益 然後另外一個是 要防止惡意病 有些人偷偷買股 他就一直偷偷買 然後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公司 就突然就被賣走 然後這個 這個他是說 董事會其實不是公司的捍衛者 他意思就是說 董事其實只是提供意見給大家參考 那到最後還是要把決定錢 揮還給股東 然後他提出了兩個策略 就是會增加一些條件 讓其他股東 有辦法買新的股票 然後提高股東的難度 那為什麼會需要讀藥文 是因為之前 之前看你百貨 這個就是偷偷被買走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 規定說 要10天內 就是假如說 我的股票超過了5% 那我要10天內 我要回報 可是你那個時候 這個10天的規定是196幾年 那個時候還 比較古兆 那那個時候 他們就5天 然後在10天內 就買了27%股票 所以說 這個公司就突然就變病了 然後就非常的 讓人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你一知道的時候 公司就連連買走 那他提出的方法就是說 使用預告型的毒藥文 就是 如果你只要買超過5%的股份的話 我在兩天內公布 我就可以再繼續加買我要的股份 那第二個 與股東積極交流 這個是說 因為那個ISSS 這個機構股東服務公司 他就是說 他會發起一些 對董事會的投票 然後強迫公司 就是自己改革 然後外界的話 他們會有 ISSS有發起一個Pretty Score 那個Score 就是有包含92個因素 然後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因素來說 喔 你的公司自己有一些問題 然後來對董事會施壓 那做法的話就是 因為這個 常常會有股東跟一些董事會 或CEO 因為代理權的問題 所以會常吵架 那變成說其實公司都沒有在基底 大概就是整天在吵架或內鬥 那所以說他覺得應該要跟股東基底交流 聚焦一個共同的目標 然後才可以他公司 自己成為一個競爭的優勢 那所以說 綜合三大原則 第一個就是 剛才說的 要那個 第一個就是要長期的共同 共同畢業 然後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是 第二個就是要設益機制 確保黏染最適合的人才 然後第三個就是剛才講的 那些毒藥碗的一些改善的問題 然後 所以說希望透過這三個原則 可以消理董事會跟股東的衝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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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